大家好,这是宅宅宅的傻瓜 最近不是双十一嘛 想着一个女孩子在外地上大学怪危险的 就买了本书防身 结果前两天整理书架 把她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没来得及收手 无名指直接肿了一圈,我靠 想着都受伤了,干脆看完呗 看都看完了,那干脆做齐视频呗 我就从希腊神话中看了五个冷门当非常有趣的神 跟你们分享一下 注意哦,这个有趣指的不是神有趣 而是我看着它就觉得挺有趣的 我也不敢像余笑号一样跟你们保证肯定没听过呀什么的 要是你觉得这东西不人人都知道吗 还用到着你讲,别客气 直接在弹幕上打不过如此 来羞辱我好吧 要是触及到了你的知识盲区 就来一波尽有此事好不好 没问题的话,我们直接开始吧 前两位,众神之上的秘密之神 和生来就是仆人的神 我将这两位放在一起 是因为吸引我的 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而是存在本身 通俗一点哦 这两位神的设定就让我感到interesting 大家对宙斯及其之后的神 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我就不赘述了 而在最初的最初 世上只有混沌之神卡俄斯 他是最基本的宇宙物质之和 并以自己的力量 当下了黑夜女神尼克斯 幽名神厄瑞波斯 与大帝之母盖亚 这三个神又自我或者交叉防止 生出了初代神以及十二泰坦神 再经过两界全力更替 才轮到盖亚的外孙宙斯 来掌管神界 而命运之神 就是黑夜女神 与混沌之神的孩子 他无影无形 只有一片黑暗 命运女神摩依赖 就是他的化身 他们安排神与人的不幸与幸运 出生与死亡 即使是神 也必须服从 在他们面前 神就像卑微的人类那样 只能通过神域或命运之书 才可窥见一二 摩依赖有三位 各有职责 纳克西斯守直命运之线 赫鲁托加生命线 从他的卷线杆 缠到纺锤上 使人们的命运彼此纠缠 他们静静地 旁观每个人一生中的悲欢离合 直到一个只有他们 才知道的时刻来到 阿特洛珀斯 并会用他的剪子 剪断生命线 结束那个人在世间的旅行 黑夜还生有 四斩命运 与无情惩罚的三女神 他们在人出生时 就给了他们 善或恶的命运 并且检查 神与人的一切犯罪行为 而后者 指的是以赫斯提亚为首 帮助他打理奥林匹斯神殿 小心谨慎地 为众神服务的神 赫斯提亚是宙斯的展姐 她并没有自己的个人神话 存在感极其微弱 却是我最喜爱的女性神 赫斯提亚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 炉灶 只火愿永不熄灭 家人围聚的角落 她维持天庭制造的火苗 同时庇护家庭中的炉灶之火 我想大家都了解 希腊神话中的神 比人更像人 整个希腊神话 就是一群神 撕逼扯掉乱笼乱交 顺便打点仗 赫斯提亚在其中 就像是一群还维持着 兽性的AO中 唯一的B 她身份显赫 却从不使用特权 也从不参与众神纷争 亦是人间事物 柏拉图称她是一位静止的神 清冷 疏离 庄严而孤独 三位处女神中 唯有她不曾对任何事物产生感情 侍奉她的人 被称为维斯塔真女 我想她本人 也如同她的祭祀一般 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 心中都只有一片 平静无波的湖面 第三位 是一个名为特瑞西阿斯的盲人 她的母亲虽是仙女 但她只能算人啊 某天特瑞西阿斯 路过库勒涅伤 看到两条蛇正在啪啪啪 她也不知道咋想的 上去就把两条蛇封开 并且杀死了雌蛇 结果被某种神秘力量 变成了女性 就这么以女人的身份 生活了好多年后 又是某天 她又路过那座伤 又看到两条蛇在啪啪啪 然后复制粘贴 成功恢复了原本的性别 天上的赫拉克宙斯 为哪种性别在啪啪啪时 更爽而产生了争执 两人都说服不了对方 神王时候就为这事跑下来 请教特瑞西阿斯的看法 毕竟她两种都经历过吧 她回答 毫无疑问是女性 女性比男性爽九倍 书上说她 泄露了女性最大的秘密 赫拉因此勃然大怒 将特瑞西阿斯变成了瞎子 作为补偿 宙斯赐予了她预知未来的能力 雅典娜则送了她一根手杖 让她能够像常人一样行走 不是 她是怎么得出 九这个精确的数字的 其实我对这个也挺好奇的 听说很多女生都会在 嗯的时候 装得很爽 这我也不懂 也不敢问 第四位 是商业风雨和生殖之神 普利阿普斯 她的名字就是 Priapism 的词源 这位小可怜一出生就脑袋硕大 阴晶跟剩下的身体一样长 而她的母亲 美生阿弗罗迪特 只看了一眼 就毫无心理障碍地把她给扔了 关于她的胜利特征 有两个解释 一 她的父亲是九生 迪奥尼索斯 但阿弗罗迪特在怀她的时候 跟阿多尼斯好上了 克拉看不惯就往她肚子上摸了一把 使她生出畸形的孩子 不要问孩子做错了什么 希腊神话里的神做事从来不问为什么 第二个版本的九神更惨 完完全全就是街旁侠 说这孩子其实是宙斯的 克拉怕她同时拥有父亲的力量和母亲的美貌 就诅咒了她 不管她亲生父亲是谁 普利阿弗斯还是算在九神系下的 在大九神节期间的阳雾图腾游行中 人们会准备巨型的纳沙模型 弹着上街游行 以表达对普利阿弗斯和帕这类神的生殖崇拜 这是庞贝古城维提之屋雄光处的图画 嗯 有本子吗 最后一位是大地女神库伯乐 她来自小亚西亚 也被称为弄穴之神 象征着云史大帝 她与野兽光心密切 标志是身边的狮子与手中的鞭子 但这鞭不是用来驯服野兽的 而是供她的祭司用于自我鞭榻 不对劲是不是 周围外来的地母 以血腥独特的游行仪式闻名 她驾着狮子战车 帮随着狂野的音乐 美酒和混乱狂喜的追随者 祭拜者会陷入被附身般的 红身抽搐的舞蹈 纵情狂慌 最后迎来仪式的最高潮 集体的自残和血液 当然了 领的不是人血而是牛血 所以这项仪式也被称为公牛祭典 透过木板的无数缝血 鲜血流淌性的坑洞中 信徒仰头迎接血的洗礼 露出她那被血尽透的衣物与身体 就像是作为赫斯提亚的祭司 必须保持真解 兴奋库伯勒的祭司会选择阉割自己 并身穿华丽的服饰 主持相关的祭典 这些人被称为嘉丽 这时候你就会问了 这又不是练葵花宝典 怎么就扯到淹不淹的问题了呢 是因为在库伯勒身边 也一位名为阿提斯的神 旁说她爱上了一位双性人 并为之疯狂 再一次群体狂狂装 把自己 他吃掉了 当时在场的狂欢者一看 呼 不错 无等岂能落后 疯疯效仿 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五位神明 希腊神话 确实比其他的神话 要更吸引人一点 毕竟人嘛 自古以来就爱看暴力情语 更别提 还是一群帅哥美女私逼 还不够 这还是一群不穿衣服的帅哥美女私逼 好谁不爱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